那就是我前段时间花500买过来的一个哪样串子 名字起好了 叫白美丽 现在到家已经10天左右了 我给他训练了一个技能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往这走 上这来 上这来 过来 往那走 上这边 往这走 可以终练啊 现在你能听懂 然后我这不是主要的重点 我给你们看一个重点 白美丽 上来 上来 这只羊买过来其实啥都正常的 好多人都说它吃草受影响 没事啊 我就让大家看看 镜头拉近一点 看着他嘴 来 过来 这羊多得那样 这个家伙他就是 咸不住 你像我们家绵羊吃饱了就往那一握 这家伙他就不能安静的吃东西 来位跑 给他喂玉米粒 也是能够正常吃的 不营养吃 不过他比较挑 有些东西都不吃 你像这个 你像这个叶子 那么烂 他就不好吃了 他文一文都不吃 看他 你看他闻一闻他就不吃 这真的 山羊跟民羊真没耳比 民羊的话怎么味都不挑 再看一下 吃不吃 你看他闻都不吃 然后咱们去给民羊吃 来 看到 同样的叶子 随便往那一放 你看 你看 直接给生完了 这就是民羊和山羊的区别 我是养五年羊了 全部都养的民羊 但是这个山羊我制作一买 它是因为 当时这个羊 当时这只羊是人家本来是准备送到屠材厂的 但是看他可怜 我就把他给他拿来了 另外好多人都说他是个 哪羊串子 我不确定是不是哪羊串子 大家可以帮我 分析一下 好 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作品可以观众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